想谈谈谈调 因为看到它出了公告 有两个主要的主题 第一是撤回上海科创版上市申请 第二就是跟母公司浙江吉利合资的纯电动车极黑 这间公司或这个车 有机会探索外部融资方案 市场就解读为有机会为分拆铺路 其实吉利炒得挺急 五月中的低位到现在都升到五成 这两个消息其实一个是利好 一个就好像偏利淡 其实你觉得短期对股价的影响 又会是哪个方向呢 你觉得负面的 你觉得负面的 但是因为始终说 大家又有个心理准备 还有有时候看消息 消化消息的时候 我们看看市场反映过没有 如果吉利的股价因为发回A 冲了很多很多上去的话 老实说 当然是大件事 但问题如果你看过 图上我们做一下功课 回A几时说 年头冲上三十多元那段时间 你从三十元花到二十元楼下 十七个半那些位置 什么都反映完了 所以你短线 当然在这个位置又上回到 近期上回到二十七元这些位置 一定有个压力的 但是负面冲击又不会太大 但是也都要留意一下 极客上市 什么时候说 四月中左右那些位置 你看图上就是四月 突然间有几支养足 穿20元楼上 21个多这些位置 很多人去聚的 那时候就是冲击极客分拆 整个极客品牌 那时候就市传上极客 市值可能和吉利一样 那么多而已 那当然是估计炒上来 对加利自己公司来说 很有利的 但是你现在要留意一下 极客是探索一些 外部融资方案 是什么呢 这些科技公司 有时候可能先发一些CB 刷一些叫做 在二级市场上 可能来到未来 去IPO之后 可以换股 你做这些动作 可能两三年后才上市 不出奇的 你现在说整个电动车 特别极客这个品牌 完全未成熟 我又也都认为 公司极客上 未必会打算 好像恒大汽车一样 直接什么都未有的时候 就走来上市 所以你说 全体加起来 就类似减二价日 全体都是减的 对股价也是负面的 但是又不会有很大冲击 但是短线始终要小心一点 就是因为始终股价 还未突破到 三月头的高位 大约26.7这些阻力位 去到这些位置 如果掉头回落的话 最怕最怕就是 开始穿10天线 做出发现的调整 所以短线我们说 是买东西弹性一点 但是你持续了这么强势的话 就算回落到20元这些位置 也不代表还原 但是如果你回得真的很急 10天线都失手末的话 我们觉得升势可能会结束 短线陷入一个调整期 因为始终今天6月28号 月尾 所有车股都是 去到月头就公布一些营运数据 但是你看回今年第二季的销售数据 一点都不乐观 你未来业绩是否有很大的冲劲 上年基数低当然会有增长 但是问题会担心毛利率 会否保持上年下半年的势头 继续跌下去 那些风险因素是会有机会出力的 所以你说回不到A股 其实消息的影响就不太大 但是问题是股价会不会在这一刻开始有一个转捷点 会担心 所以就看着这条10天线 或者大约是24.5这些位置 穿了的话有货的臂壁 那至于你会不会急跌下来买呢 我们就不建议第一下堆下来的时候 就折房棒的 甚至如果甚至不跌下去的话 市场觉得完全无所谓 还继续炒上去的 那这个就是我看错了 直请 那到时候就 你会想到是否追 我会觉得吉利 如果你真的选择去追 起码让它突破到 站稳在26.7楼上 才纯粹去追 因为下一个目标 就是30元这些阻力位的了 那你起码要站在6月3月头的高位 你才会有条件再纯粹去追 好 因为这个是Cesari 他就说现价还应不应该买 那你刚才都答了 现价就可以打一等 刚刚开始有负面消息的时候 你就去追 相反地你见到消息出来之后 估计开始传定 因为问题吉利又升了这么多 你20元上来 其实基本面一直都是在抄这些 你如果这些位置才想 它跌一点来追 你最害怕就是空手接白人 你接到当然是开心 接不到兜头 常常都说砍在你的头上 所以你就短线 你会不会形成一个状况 未来慢慢有些负面消息 譬如一些营运数据 不可以 接着我们讲的毛利率跌 业绩出来中期业绩令人失望 那你看上年业绩出来之后 一样由24元撒到20元以下 你中期业绩会不会走回重蹈覆车 很多时候你以为 但是到时候消息出到 股价永远都是这样的 那些负面的东西 真正出来的时候 股价已经走过了 已经跌了下去 所以这一刻的话 我觉得就看定地线 既然有些负面消息开始出力 股价自然能升了这么多 短线如果它能够准确定在 这段时间怎么调整都好 你看到它都跌不穿23元的 其他在4月的高位纽线上的 图表还是漂亮的 到时候说23-24元的位置 才去临收集 所以如果短线很急地跌到23-24元 我就不敢接触 Arnold也建议大家注意的位置 就是在10天线 即是24.3-24.5元左右的水平 今天是短线 今天是下午或明天 期指结算前 我会这么说 看这些位置是否稍微稍微稍微 但是如果你打算做一些中线部署级纳 老实说那句我会觉得风险无高 第一方面就是下个月的消息数据 未必有理想 第二方面 你不要打算出盈期就一定会成功 你讲的有机会就是 那个盟利率可能有机会跌很多 这个就算赚到钱 市场也未必会购买 所以你说吉利利的未来 其实是不是很划算 我会很推介 我真的有保留 特别你说7-8月份 主要是炒业绩为主 你连业绩是否一定可以 都未敢肯定的情况下 那么就小心点 未买就算了 我觉得马基提提好 甚至追车股 其实我觉得追比亚迪好 是